好 好 接下来呢 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所提办的 国内主要三大政党的联合记者招待会 那在正常记者会当中呢 各位 我们将有许多来自于各大电视台 跟国内外的知名记者 在底下准备磨刀破破 想要向三位政党的发言人来进行提问 好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担任 为三党来辩护的 辩护佛神的三位后发言人 是我们首先请第一位 我们请拜登峰给您之后做介绍 您能够方便给做人 大家好 我是自由党的发言人 叫江念碧 我们自由党的精神就是希望可以 自由建设台湾给台湾建好的民主 各位美景朋友 各位在场 各位大家好 我是民进党发言人邱玉祥 我觉得会逃避各位的问题 有明面对各位的提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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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电视机职业的观众朋友 您现场的来评论大家好 那我是能源争议党的发言人 可以叫我发言人 那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我们应该当为真正的赞免赞议 谢谢 好 好 来 待会在台下的时候呢 请勿使用电子软电子设备 发出不明的哨音 好 那接下来是进到我们的提问环节 首先第一步 我们会优先开放国内外的资深记者来进行提问 好 就是想请问在场的资深记者 有没有工作人员 有没有任何问题要来提问 好 那这边就由 好 首先我们先请这边的 由我们新领委员会的台中副执行长 李淼欣代的干明记者来首先做提问 有请 首先我先问 呃 那个 白衣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提到说中流卡内有了这个案子 那我就这个专案来说 全台湾有这么多的战友户 你们的标准在哪 你们如何去订定这个标准 你们上任之后 是把全台湾的战友户都归还给他们 好 然后这这还有还有 然后 绿衣 我要问 呃那个蓝 蓝 欸蓝一吧 如何避免台电 产 没关系我们首先先请白衣来回答刚才的问题 不是吧 没关系 台上请标刚好台上继续 来请继续进行 来请回答刚才的问题是谁 呃我首先先确认一下你单问的问题 应该是在说想要问 呃关于中油的电影会场 他所产生的各种就是不合理这些 呃注目的部分 是不是全台都要补及的措施去执行 是吗 我所有的战友订会 因为你们最主要证件是战友订会吧 对 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的处理会是 因为目前现况是 我们所有的协商都还不展开 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到我们所有的协商 有一个会议出过才会有结果 那有一个结果之后 我们这边会有 呃其他部分的措施在公布给大家 谢谢 好谢谢 好那我现在再重建一下规则 那待会提问的记者 请把握30分的发言实现 那回答的 回答的发言 你也继续把握在一分钟之内 完成你的发言 好那我们因为刚才的问题之后 针对白衣 那我们接下来请针对 南绿人的政党来进行提问 那现在开放记者也会再提早提问 好那有请 喂 你好 刚才是民进党有提出这个 行人入选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常常被推动 人行道的部分 换说地方的反弹会很大 那你要牺牲地方的 那个民众 还是要牺牲安全 对 来来来来请拍 请的请拍 针对您的回答 上周八二年的 环路运营的大优势 那个 行政院用会已经提出 道路交通基本法的草案 道路交通基本法是将 宪法十四条 人民的安全基本国策列入立法之中 所以说这个已经不是地方政府 要去剖些 还是说 那个 那个 在中南部地方可能 他们的人行道会有一些物品的占用 那这部分的话 如果立法的话 地方政府就必须是强制执行 因为这个部分已经是立法的法律的阶级 地方政府的话 必须配合中央的立法去执行 而且在过去几年之中 其实道路交通阻罚条例 都有不断的去修法 只是地方机关有没有特别去落实 尤其交通阻罚是属于行政法的话 是比较像立方的警察 交通阻罚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 这对国民党 蓝银的朋友应该进行提问了 好 他就由我这边等期来进行提问 好 蓝银的朋友您好 那我想 在过去蓝银人想调的是 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合作 但是这种经济很依赖的程度 其实会让台湾跟中国 陷入中国的控制 就像是许多的中东 以及一路一带一路的国家 你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未来贵党成功执政之后 您将如何去保证 可以在经济地益 跟国家主群之间搞到平衡 谢谢 第一个嘛 我们第一次要先 保护我们国内人民的 基本的一些需求 那第一个就是像我们 稍早我们的 或许我们有讲到 就是所谓的能源 以及台电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要先解决 民生问题 也就是说 电费以及这个电 到底够不够这个问题 先去解决 然后解决完之后 再去针对我们的外交 因为我们要先有 我们自己要先 先让人民先过 那过好之后 之后 再考虑我们的外交政策 就是什么去 应对应付 再来的 比较下半 那首先我们一定是台电 一定要先 放群给我们人民 人民要先可以 继续抢电 然后卖电 大家第一个台 台湾就不会有缺点 那第一个 中国那边贸易呢 就是说 我们有足够的资源 然后在中国那边贸易 我们一定先去谈破 比如说 我们的一带一路 好 谢谢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请中间的 桌陵记者进行提问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 人员建议老 有没有人就是 你刚刚讲到 要当财电财分 让财电增加进行 那想问一下 如果财电财亡的话 那电网的部分 要如何财分 才说电网的部分 要由谁去负责 因为其实 书电跟 书电的设施 还是比闪电更重要的事情 以目前台湾现往来讲 然后也想问 在其他人 讨论这件事情 可以在哪里 那是关于书电 电网的部分 那这个已经是 因为这个技术 其实已经是有的 那只是说 我们像这个民间 还没有办法去做足 那其实主要很简单 就是第二 让台电 他愿意 把这个群 然后授予 以及企业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更新 这些电网 以及重新 布局的一个 关键点 那只要他 愿意去做的话 那一定可以 那首先就是说 每天会去蒸发电 比如说 企业 得到这个 权限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去 蒸发每一部 或是每个区域 要怎么去蒸电 然后以书电 跟瘦电的三块 所谓的部分 那电网这部分 就是拆分 或者是有 输配电的部分去负责 然后 只有这仓块 就是这样的产道 也就是所谓的 发电 输电跟瘦电 那这三块 只要去负责 那这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请下一位 再接着 进行看看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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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台湾都有所谓的 南电北上的问题 大部分的发电设置 都是设置在南部 所以空座一直中在南部 如果电网拆分的话 可以在 拆分之后 可以把电厂设置在北部的话 当然也是个短期 喂 您好不好意思 我想请你付出一下 你刚刚说的问题 因为 关于这个议题 本党目前的政策 并不着重在这个议题 所以不好意思 请你再做一次 电网拆分的话 另外电网招 专业设置 他就可以出拆分的一个系统 那常常因为 今天还是拆分的 就是 就是 要做电网拆 要做裁电分加的事情 那电网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然后想问 你们的 主要是我们的政策 跟用电的想法 这样 对其他两档的回答 就是用电的想法 跟 你们对你能源的 看法这样 嗯 嗯 好 嗯 关于这个部分 这种面有病症的问题 但是就 你刚才说的部分 其实你想要表达的是 嗯 终究是要拆 那要拆 那要拆不同的区域去 转送日业 是这样吗 要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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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接下来进行下一个问题的提问 在場合中進行質問 把我們開放給前面的候選 就是他有請 前面那位 前面 是 我想先請問基尤長 就是剛才在幾個會上 你們有聽到說 就是環境比較強烈的觀眾 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那我就會想問說 請問會談是不是有一些 跟民眾利益出眾的問題 那我們可以想到說 如果之後會利益歸還的話 會不會你們會比較偏向 跟你們有利益關係的人 那第二個是 想問剛才你進黨說的 國家外交是指什麼 是跟之前 丁雲峰的犯公事件一樣嗎 請問會長 對於基尤長面的行政事件 都還沒有完整的解決嗎 謝謝 我先講一下 我剛剛問兩個問題的 那首先針對我不回答問題是2 因為我認為那個一定違法的 善人公主的原則 所以做多任何討論 那 他是問 自由黨 你也可以回答 你也可以回答 沒關係 好 那我要回答 我要回答批 因為你剛剛講的其實 我聽的不是很清楚 你說是要問我們對 什麼部分 所以你們在那個 記者會的時候 那個你們發表的時候 有講到說 你們的群眾 如果有比較歡呼 比較大聲的 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那我們就會想到說 貴黨是不是有一些跟 比較聽你們的人 有利益訴訟的問題 喔絕對不會 我們今天是愛台灣愛自由的 那怎麼會在記者會上講這些呢 那純粹就是一個 自由的提問跟自由發表 好 好 我們去把他用來一下 關於這個恐怖的事件 我們還是要說 有一次要說 過著互彈 就是說 犯錯標不好 趕過 民進黨永遠都是 勇於認錯 絕對趕過 因為大家會抱歉 但根本是民調 民進黨的民調 民調還是在30%到40% 可見 對於利益事件的話 民進黨的檢討跟作為 是受到 社會上 普遍當中的認同 謝謝 財蛋做的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 第一次看的 記者 詐欺記者會到今天結束 我們謝謝 我們請大家掌聲給我們三位發言人 謝謝